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的名字是范文芳 今年38岁 我犯的是乳腺癌 然后第三期 然后这个乳腺癌是第二次回来 做点了的时候就是腐烂到 真的是那个皮全部都掉了 全部是红红的 然后流的水是很臭的 其实第一是感到害怕 第二是舍不得 很多的东西舍不得 第三是面对的东西是我的孩子 我的孩子是一个特别的孩子 他到现在是不可以说好像很正常的跟你沟通 很流利的这样 因为他一直在学那个语言的东西 舍不得就是他 有时候那个时候我动完手术的时候 他跑到我面前来 他想要我抱 可是他又不敢碰我 他就很怕 我就觉得 因为每个妈妈都会担心自己的孩子 尤其是特别的孩子 我有时候就是常常跟上帝讲 你求你医治我 哪怕我真的是 我里面做一个好像做一个乞丐一样 我都可以的 我可以就是让我看到我的老公 带着我的孩子这样子长大 因为我以后 我起初我得这个病的时候 我们全家没有一个人知道 我不想把我的东西给它们成为别人的负担 我不想把我让他们成为他们的压力 因为我的妈妈其实也是放肝癌 所以如果她知道的话 我觉得她会更大的压力了 因为我在我的人生当中是 其实前两年的日子是过得蛮辛苦的 因为我的哥哥我的爸爸 他们是在同一半年走的去世的 所以我很多的东西 我不敢给我的家里人知道 就是这样的 所以我有信心就是说 我要依靠上帝 然后就是我一定要好起来 我无论如何我要站起来 就是我的意志力不要倒下去了 最重要是坚持 就是不要今天去想这样 明天去想那样 我就已经医治了 我已经好了 我就要这样子去想 我就这样子走下去 现在只是补助而已 只是让我的身体更健康而已 有一天我会说 如果我好起来 我可以成为别人的鼓励 那么我也是可以鼓励到更多的患者 我真的可以吃这个大肆 就是自然的那个身体 我可以做一个最后的一个思族